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和梁雞昌即時取消資格 四名議員今日會見記者 我是這裏資歷最淺的那個 我在立法會服務了四年有多 我要多謝香港的年青人出去交衝 他們連入去撿蚊子也是無悔的 我對未來的香港仍然充滿盼望 因為我知道還有很大批 有妄想症的香港人 有智力障礙的年青人 願意為香港人生更精彩 Just a few words in English 我在立法會做了rabbage四年 I go to 立法會 by bus everyday Hongkong young people very good Their life very 精彩 I am Faby Fairstam 如果能夠和香港人一起 繼續放火 破壞相鋪 和到處打市民的話 我們是會感到光榮 但是一直以來我們都只不過在歸宿 用念力來都反共 到了今天 居然會被政權 癡奪我們的原資格 既然是這樣 我們都只會繼續做冷氣軍師 絕不後悔 I just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Even if our English sucks like shit I know we totally sound like Hong Kongish But then we try so hard to be British So Hong Kong people please listen up Please look at this sad face I'm putting on for you How can you say no to this face Please support us Please donate We don't need your prayer We need your money Thank you 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是一個傷感的日子 是一個黑暗的日子 但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光榮的日子 我在過去的八年來 盡心盡力 在議會上拉布 阻止香港的發展 但經過我們經常挑機之後 一國兩制又剩下多少呢 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是差不多沒有 在未來的日子 所以我會繼續挑機 成功爭取一國一制 由去年反中中條例 去到今年 在街頭上的暴力 再加上我們在議會裡面的 呂應內閣 終於成功爭取到國安法頒佈 今天是香港最黑暗的日子 因為政權不再讓我們 在議會裡面做猴子氣 但醜陋的 我相信不是我們四個 而是不讓我們繼續搞亂香港的政權 它是需要向我們香港人作出一個交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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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